到底這個不抵抗政策 這道命令是不是張學良定 之前其實蔣介石跟他講過 因為當時國民黨正在全力 圍剿共產黨在打內戰 蔣介石當時提出先安內後讓外這個政策 日軍在東北經常挑釁 搞事搗亂也不是一次兩次 所以當時南京國民政府希望日本 和他透過外交努力和平探判 解決紛爭 盡量不要挑起戰事 令軍事抗戒 所以張學良是否在執行蔣介石的命令 還是他自己自把自為 蔣介石當然也不會承認 到底是誰推卸責任 就只有他們兩個人才清楚 反正就是糊塗糊塗地 白白將東北三散送給日本人